还有这种人 看什么呢 林胜 一个小三破坏人家庭 跟着老公好几年都扯不清关系 这不是终于伤位完了 正房给挤走了 正房太太不干了 今天开新闻发布会 找来了好多记者 当面揭穿 就要看看这小三 以后再怎么做人 要我说 这女的都活该 你说自己有家有老公 还想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 这不自找的吗 照片上的女人 我就不多介绍了 照片上的男人 就是老公 家长 我那边还有个案子 我去帮她忙 她就是那种 被负责手段的小三 谁呀 谁呀 静雅 你怎么回来了 阿姨先别问了 先让她进去坐会吧 静雅 你怎么了 快坐下来 快坐下来 跟妈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话呀 静雅 阿姨 你也别问了 今天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让她在这住吧 婆婆那边 我会想办法搪塞过去的 天大的事情 明天再说吧 等她心情好一点 她想告诉你们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你们 我就不多嘴了 静雅 谢谢你 我去 我去 我来 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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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了 到底怎么回事 去我屋里聊吧 再沉 静静 你跟阿姨说实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 阿姨 您知道关泽吧 怎么了 其实我们这次遇见难搞的客户 就是关泽的妻子 今天她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说亲呀 是 是破坏她家庭的第三者 回来 照片里抱你那个男的 还有 骂你那个女的 怎么回事 那个男的 叫关泽 他就是我以前的未婚夫 也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 但是她是前几天才回到国内的 那天我在陶青的公司 很偶然的碰到 等一下 那个那个 那个陶青是谁啊 陶青就是跟我们公司有合作的那个杂志社的主编 那那个 那个男的叫什么 关什么什么 管子 跟那个陶青是什么关系 他们俩是夫妻 你是说 你现在合作的这个老板 跟你的前男友是夫妻关系 很奇怪了 你知道这个关系 怎么怎么能合作得下去呢 我也是在今天发布会现场才知道 原来这个陶青是关泽的 关泽的妻子 你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 这么巧 那你说下去 我我真的是那天在陶青的公司 偶然碰到关泽的 然后他给我打过电话 他约我见了面 我本来不想去的 我就是想跟他解释清楚 我现在已经有家庭 让他不要去破坏我的家庭 但是他一直跟我说 他说希望我回到他的身边 什么重新和好之类的 但是我都没答应 我拒绝了 我真的拒绝了 我就是这样说的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觉得我们俩已经是过去了 没有必要跟你说 这事是发生在 我出差这段时间吧 是不是 我跟你视频通话那么多次 你从来没提及过 为什么 我是怕你误会 怕我误会了 什么呢 你自己都说过去的事了 都过去了 有什么好误会 你都拒绝了 那天在发布会之前的一天 我在会议室 还碰到关泽了 他跟我保证了 他说他不会再来纠缠我了 而且最后他还跟我说了 一些祝福我的话 我觉得我们俩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 我没有必要再 再去跟你说 那关泽的老婆 有没有当初警告过你 或者找你聊过 没有 一点都没有 他今天为什么 就那么肯定的说 你在破坏他的家庭呢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更不明白 为什么那个桃星 你可费那么大的力气 你把这个发布会要搞砸也有把我搞臭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对对对 他这么是搞臭了你 但是他呢 在公司员工面前抬得起头吗 那个报纸记者会怎么写 他要不要脸呢 他头还能不能抬起来做人呢 他为什么要跟你同归于尽呢 那唯一只有一种解释了 他跟你有深仇大恨 或者他手里有把柄 看到了什么 看到你跟他老公 非常确确实实的罪证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你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看到那个视频了 全公司都看到了 你这照片 我也看到了 那个 那个不是假的吧 是合成的吧 你是想说是合成的吗 我怎么知道那狗屁照片 是哪儿跑出来的 为什么会抱着你 那是不是你们报过 有没有报过 你现在跟我讲 有没有报过 我知道 我知道 就在我跟关泽都说清楚之后 他走向门口的时候 他突然回事 他抱了我一下 现在想起来了 我怎么知道他要抱我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我没有心理准备 他抱了我 我马上就推开他了 你们俩抱在一起的时间 我想请问了 这个人的手得有多快 谁能把你们拍下来 唯一一种可能 把你们拍下来是什么呢 24小时照相器都对着你们 就等着捕捉这一刻 那做这种事情的人是谁呢 陶青是吧 陶青 他早就抓到证据了 就想把你们这一刻拍下来 抓到你们的证据 邓家臣 我本来以为我回答一下 我跟你 我跟你说清楚 你能明白我 你能懂我 你能保护我 我可以抱在你的肩膀上 哭一声 我以为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我 没关系 但是你中间就会相信我 可是 你把这个默讯的帽子 抠到我的头上 你太棒了 你就是这样爱我的对吗 就是这样爱我的对吗 我什么都跟你解释清楚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 我跟关泽都已经是过去了 我不想 我不想告诉你 就是怕你生不了 我怕你会误会 所以我才不想跟你说 你为什么就是 我们俩之前 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这个女人出现 我要嫁给他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女人出现 都已经一年多了 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 为什么翻过头来 还都是我的错 我 我到底错在哪了 我都跟你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我是你老婆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你给我走 你滚 滚 走啊 你走啊